中文作家协会是在纽约正式注册的非营利机构 成立于2016年,现在有会员100多名 我们的协会在整体上拥有北美阵容最强大 创造力最旺盛的一群中文作家 会员需要在创作上达到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 经过严格审核才能入会 在过去成立以来三年多的时间内 会员出书大概有50几本 发表在海内外外,正式刊物上的文章有一千多篇 大家在北美比较熟悉的《侨报》、《世界日报》 以及《香港文学》和《文宗》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主要是把重点放到 国内的各个大报以及《纯文学刊物》 比如《人民文学》、《收画》、《当代十业花城中山》、《作家》、《小说夜报》、《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一流的顶级的《纯文学刊物》 可以说我们是业余的作家 但是我们有着专专业的精神 而且我们也达到了专业的水准 或者是接近专业的水准 学会有一些主要的常规性的活动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学会建立了网站、会刊、微信公众号等一系列的文学平台 为会员提供交流和发表的原地 当然这些也对外开放 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浏览 会刊叫做东西 大概创刊在两年多以前 现在已经发表了一百多期 原来是与美国《侨报》合作 发表在《侨报》的星期六的文学版 现在是发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美文学家园 我们的这个会刊有严格的编辑部审核 通过发表的文章发给稿筹 所以这样来讲 我们的标准算是比较高 严格比较要求 以这个高标准来促进会员的创作 以便提高质量 那我们每年 学会还嫌从北美作家的作品中 嫌弃了一批最有代表性的高质量文章 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北美作家作品选》 然后我们还以澎湃新闻网建立了合作关系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在澎湃网上面建立一个专栏文章 经常就在上面转载 而我们的这个读者量在国内进一步的扩展 最后我们学会还组织了采风活动 组织会员到国内进行采风 之前也组织过福建 湖南 广西和贵州四个地方的采风 那我们这个采风呢 在采风的同时我们就在写作 并且发布发表 采风以后呢继续后续的写作活动 直到出本一本书 这一般是由国内的负责单位负责的 所以我们的采风不是游山玩水 而是真正的创作了一个过程 这次呢全球性的大疫情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变 但是呢也是一种机会 因为以前呢我们像我们这样的 会员分布这么广的学会呢 很难举办一个大家都参加的现场活动 那么这一次的疫情呢 初始大家都在线上活动 所以呢我们举行的这个活动呢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全球各地的人都可以来参加 我今天呢很高兴的知道呢 来自于几个亚洲国家 包括中国的地方的朋友都来参加 欢迎大家 还有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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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们今后呢会继续举办这样的活动 欢迎大家继续参加 那么这场活动 这场疫情不但给我们带来的不变 而且给我们学会呢 也照带来的重大的损失 我们的会员 陈南先生 于4月30日 因感染新冠病毒 于纽约逝世 享年85岁 陈南本名 喜生德 上海人 现居 后居纽约 山东 奇努医学院毕业 退休前呢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病理科工作 陈南先生呢 著有三本书 其中有两本散文集 一本诗集 他是我们学会年纪最大的会员之一 但是也是最活跃的会员之一 在纽约呢 他参加了现场活动 可能大家见过他 但是呢 他主要活动在微信群里边 所以呢 他在微信群里边 非常活跃的发言 经常对我们会员的作品呢 给予评点 会后呢 继续跟很多会员 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所以当他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 大家非常的震惊 会员纷纷表示怀念 朱医师哀悼 现在我代表学会提议 请大家输敬 为蔚然先生默哀 默哀开始 默哀 在我讲话的期间,我注意到大概有大约20个参加进入 所以我再讲一下,我叫蔡维忠,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欢迎大家,现在请我会副会长陈瑞琳介绍主讲人,苏维老师 亲爱的各位文友,大家好 首先特别高兴今天跟大家在线上见面 尤其是中国大陆,东南亚,欧洲,日本 当然我们北美的作家今天好高兴很多人都在线上 就好像是一次大聚会 当然我们今天的重场戏是请到了任教于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苏维先生 这是我们的第一场现场活动 相信大家今天都不许此行 我很高兴介绍苏维先生呢 首先强调两个 一个是他是我们北美新移民留学生文学的早期开创者 另外一个他是中国当代后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 那么在创作上他了不起是因为他是一个全才 他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 迷古、迷调、抹房的故事 短篇小说集《远行人》 还有他的散文《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 走进耶鲁天涯晚迪 还有他的学术《随笔集》《夕阳静雨》 他还是一位诗人《古体诗词集》 《浑血如诗稿》 他还创作了交响、叙事合唱、知青祖歌《岁月甘全》 还有他的歌剧剧本《铁汉金丁》 他还发表有大量的文学评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全才 他的经历呢也是非常的波澜壮阔 1953年出生于中国广州 不好意思 这个暴露了人家的年龄 没关系 文静中下乡海南岛农肯兵团10年 197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 获学士学位 1982年 大家记得 82年他赴美留学 获得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 他后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 1986年回国工作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90年进入美国 现在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 那么我们大家看到 如此的创作经历和学术经历 让苏伟对写作的技巧深有体会 他今年来这个应中国上海大学的邀请 开设创意写作课程 深受学生欢迎 各地纷纷邀约 在此暑假之际呢 我们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特别邀请到 苏伟老师呢 给我们大家讲解一堂精彩的创意写作课 在我跟苏伟老师沟通的过程中 我跟他说 你要把你这几年当中 讲座的精华拿来给我们 所以机会非常难得 可谓是听君一席讲 圣读十年书 下面我们就有请苏伟老师开讲 好 谢谢大家 谢谢瑞琳这么讲 我自己是有点诚惶诚恐 临身吕博 确实因为是北美作家协会的第一次 这么认真的公开讲座 瑞琳把这个活派到我头上 我其实心里面有点忐忑 那就长话短说 我就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和瑞琳商量讲这个话题呢 这个确实是两年前上海大学 我记得好像今天不知道 日本的华纯来了没有 华纯那时候也在场 两年前上海大学请我回去 讲了几个话题 一个是因为我担任过三年的 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委 三届他们的两年一届 还有两年的收获杂志的中短篇小说奖的评委 所以他也为这个写过一些评述的文章 所以他们请我回去讲了这个 我参加做评委和的一些感受 我就讲到中国创作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当时 葛鸿斌是上海大学的创意写作中心 是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办创意写作中心的 葛鸿斌当场就邀请我说 明年就是去年的2019年 你要回来给我们开创意写作课 当时我自己都脑子一片空白 我还讲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呢 所以呢 到去年 2019年的时候 那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故事 我跟瑞琳也商量 我们特意不做PPT 但是呢 有些重要的词语和重要的一些段落 我们用文字和瑞琳朗读的方式 我们今天的题目 其实你看大家都看得到吧 对不对 其实有个副题 就是从show and tell 今天我需要让大家理解这个show and tell show和tell是场景和陈述 这个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 今天的话题的讲解 先讲讲这个题目 为什么我选择这个题目作为 非虚构写作的 为什么强调它的技巧的自觉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们中国人过去 包括我们中国的大学生 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很大的迷思 就是认为写作不可教 认为中文系是不是培养作家的 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 写作 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话叫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或者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也培养不出作家 我们上过中文系的大概一上课 就听过老师这个话 然后呢 在三十年代呢 写作 这回事 有一个词把灵感 这个inspiration翻成很美 很美妙的 烟士披里纯 认为写作都来自烟士披里纯 所以神秘而美妙 但是不可以捕捉 所以呢 认为写作是一种灵性的 不可以重复的 赋予神秘主义体验的一个过程 但写作是不是不可以教呢 就因为这样 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看到 我有个帖子 是我讲完了以后 深圳商报采访我 关于就耶鲁是怎么开写作课的 我自己在耶鲁不开写作课 但是呢 为了上海大学的这个讲座 他们点名要我讲耶鲁是怎么教写作的 我就点着名字找我的学生 谁修过耶鲁写作课的 同学到我的办公室来 说你们怎么上的耶鲁写作课 所以我为这个专门去学习 向我的学生学习 学习怎么耶鲁怎么教写作课 所以呢 我才发现 美国的大学的写作教学 特别在耶鲁这样的学校 耶鲁有七门写作公共课 然后呢 在我讲这个话题 在中国讲的时候 还报了一个新闻 是清华大学开了一个写作公共课 变成当时的全国 上全国新闻的一件事情 我一问 全国各个大学的中文系 都没有开写作课 除了中山大学 我的母校中文系以外 而且没有大学的写作公共课 这是各个大学急剧的写作 水平急剧下降的一个原因 所以那写作的技巧 怎么去谈 有什么可言 所以呢 今天我就把我的这几个题目 都做一些提醒 我的声音可以吗 好 这个关于非虚构写作 这个非虚构在英文里是nonfiction 它其实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所有的新闻通讯 随笔调查报告 甚至简讯公告等等 都可以算是一种非虚构写作 但是狭义的呢 主要是计时文学 中国称是报告文学 计时散文 自传和回忆录等等 而这几年非虚构写作 是整个中文写作也好 整个世界写作的风景线里边 很重要的一道风景 我这里说一个 插开一个话题 前两天好几个朋友跟我联系 关于翻译 中国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中国的虚构作品 翻译成英文的出版的市场 在美国非常狭小 这个还有在我们开拓 但目前唯有的空间 几乎在nonfiction上 我听到的情况是 nonfiction写作 出版社还愿意出版一点 但fiction写作 如果不是引起争议 不是那种大名家的大爆款的作品 各个大出版社都不肯出版 基本上没有虚构作品的出版空间 非虚构还有一点点它的空间 那下面我们来到 更重要的中心的话题 就是所谓的show and tell 这一个意思非常好玩 我们中文我自己认真查了 我们中文其实没有相类的表达 我们可以有夹序夹义 我们有情景交融 有以情写景 以景写情 或者景语 情语 理语 等等的说法 但是我们没有show and tell 这样一种场景和陈述 这样一种对比性的 而且强烈对比性的这种写作意识 所以当时上海大学让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很偶然我们下面会提到这个话题 我要究竟谈什么 我是想用中国传统的写作的一些路子去谈 谈出所以然来 我应该用一些西方的一些写作概念 所以我就想到了 我从我的女儿那里 也从我的学生那里 常常听到他们写作里面 老师怎么教他们show and tell的关系 而这个是我们中国作家 基本上没有的 而我在做那个 郁达夫文学奖 和那个收获的文学奖的评委的时候 每一次我到读上百万字的东西 我就很有感慨 就中国作家在一些基本的技巧上 比如说show and tell 比如虚构文学里边 我另外一个话题就谈到了 视点啊视角啊 关于利益先行的问题等等 中国作家都没有一些自觉的意识 所以我感觉到 非虚构文学 从show and tell开始来说 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那为什么我选择 非虚构文学来谈show and tell呢 show就是表现 就是展示 在英文里炫耀 show off 其实就是一种展示性的夸耀 就是一种场景化的叙述 tell就是说明 就是陈述 就是陈述性的文字 其实 严格的说 show and tell是所有叙事型的写作 都需要掌握的技巧 但是呢 无论虚构和非虚构 就fiction和nonfiction 就文体而言 其实虚构的小说 更强调show 就是用场景化的描写 来进入叙述 而非虚构 就是新闻 散文 即时文学等等 他比较强调tell 就强调陈述 强调陈述 没有进程和事实的陈述 就没有办法成文 这是本来是非虚构的特点 因为非虚构的这种 即时性的写作 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tell的文体 所以很多作家就不注意 怎么样在tell里面去show 就在陈述里面去展示 去表现 所以呢 我就选择这个话题 后来我自己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概念 是跟show and tell相近的 就是我们孔老夫子说的 数而不做 数可以理解为tell 陈述 做可以理解为show 我们后面还会展示这个话题 但是show and tell 你们后面你们会注意到 其实我在我的讲述里面 是更重视show 而show是好的写作的一个捷径 下面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真实的故事的缘起 当时上海大学让我讲 在2019年4月 我们在座的 我知道子英来了 给子英露个脸 跟大爷打个招呼 2019年4月 子英 因为我当了这么多年评委 和当了这么多年的 自己也是个写作过来人 经常有朋友给我传他们的文章 让我指教 其实我很怕别人说请我指教 因为我根本看不过来 那么多指教的东西 但是子英传了一篇文章给我 他说他想请我帮他看一看 我看完了以后 我突然就想到了 这个show and tell这个题目 我就觉得这个题目 也许就是我可以回去讲 非虚构写作的第一个话题 所以子英这篇文章 坦白地说 是今天这个讲座的起点和引发点 下面我请瑞琳 帮我把这个段落念一下 好 那个不光是子英 我觉得我也是从这个 这个段落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我们来念两段 第一段就是子英在联酶素背后的故事 这篇文章最初他是怎么写作了 他是怎么样用陈述的口气写下的 2019年2月7日下午5时 由美国新泽西州州立罗格大学 生物化学与微生物系 承办的第11届 微生物前沿科学研讨会开幕 此阶年会的亮点 是纪念联酶素诞生75周年 这是生物化学与微生物系的光荣历史 也是世界医学史上的里程碑 85岁的老教授道格拉斯 以罗格大学的遗产 联酶素75周年 及土壤微生物对医学的影响 为题发表演讲 这是他最开始写的 好停下来 先不念第二段 刚才我们看的这段文字 从陈述上 我们的叙述性文体 在中文和英文都有各的说法 英文里说五个W 五个W就是 where when who why what 这五个W都是W开头的 在中文里边就是 时间地点 人物 故事 如果从叙述型的文学 和新闻性的文学 子英刚才的第一段文字 交代的很清楚 时间地点 人物 故事 来由 都交代的很清楚 作为一篇新闻报道 他是及格的 甚至可以算是优秀的 至少是中上水平的 所以呢 我就不断地往下看 看完了以后 我给子英 子英现在还应该还记得 我谈的话题就是这个 show and tell 我说你 你整个写作 都是一跳到底 你没有show 你都在陈述 都在说明 你没有show 我就当时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是评委的话 我看头五行 我就会把这篇文章扔到一边 因为你没有抓住我的眼睛 因为你没有展现 没有展示 所以呢 子英又写了一稿 又传给我看 瑞琳把第二段念下来 我也给大家看看这段文字 85岁的老教授 道格拉斯 这天穿了件印着灰色 莲霉素文字和图案的 深绿色翻领衫 大大的肚子 把远是像梅花枝的 灰色莲霉素 挺得特别显眼 我近前邀请老教授何颖 知道今年我们生物化学 与微生物系主办的 第十一届 微生物前沿科学研讨会的开幕式 他是首位发言人 题目是 罗格大学的遗产 莲霉素75周年 及土壤微生物对医学的影响 此时是2019年2月7日下午5时 地点是美国新泽西州州立罗格斯大学 库克校园的学生中心大会议厅 你们看 同样的内容 第一段是陈述性的 第二段是描述性的 是展示场景化的 所以就因为这个场景化 我马上就告诉子英 其实这个我后来才读到 就是后来才读到 他的这个完成稿 我说有了这个兽 这几个亮点一出现 你整篇文章就提亮了 整个就焕然一新了 结果子英他之所以请我指教 因为他这个是参加评讲的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澎湃镜像非虚构写作大赛的入围名单 子英这篇文章是从 4264篇有效来稿里面被澎湃新闻 福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上海作家协会三方派出的代表 最后从选题价值信息文本几个维度综合评分 林选出了50篇的入围的作品 子英这篇作品最后就入围了 这是我当时说入围了就是得奖 坦白的说能不能最后得奖 其实已经相当不重要 真的入了这个从4000多篇作品里面入围了50 50篇之中就是一种得奖 所以我也祝贺子英 也在这里 子英祝贺你 所以拿你摆上台了 这个叫摆上台了 把你摆上台了 就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故事 当然子英当时说是我的临门一角的一个提点 确实这种soul and tell的区别 就是在一个作品的文本里面 如果没有soul的亮点 只有tell的话 那绝对就是一篇失败的作品 这很简单的说 但是最聪明的作家 最有能耐的作家 可以一跳到底 比如说汪曾祺 你读汪曾祺很多非虚构的 写吃的写家乡风物的 他都是在陈述 没有场景 但是这要非常深的文字功夫 应该说 tell要更要高深的文字功夫 写好文章 写好小说 写好散文的捷径 乏是寿 下面我们就慢慢展开这个话题 说一点有意思的 我为了把我们子英摆上台 子英我说我会引的你这两段 子英说我的原稿 我的老稿子 我自己都丢掉了 你还有吗 我是幸好当时 就是当时 马上就觉得 子英的这两个例子很好说 我后来在上海大学 就是用把子英这两个例子 取出来 所以我当然这次 把她摆上台 我要提前获得她的同意 再抱歉的是 在上海大学的时候 我已经顾不上她了 因为当时 她四月请我指教 大概我五月左右 才看到她的完成稿 我五月 五月二十三号 就在上海大学开讲 所以我是临时 在上海大学开讲的时候 当时还把她的稿子 两个引出来 当后面我也引了一些 我的朋友的稿子 下面我们就 展开来谈这个话题 我们写小说的人 都有过一句老话 叫叙述就是一切 其实对于非虚构文学 叙述更是一切的一切 so and tell 这个场景和陈述 说到底 其实就是一种叙述的技巧 你怎么样把 so and tell 结合得好 怎么样 you tell and in show 或者是 you show in tell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 或者说 在我们今天的话题里边 所谓技巧的 自觉意识 要从这里开始 我们有没有明确的 so and tell 我自己在担任两届三届 这个 郁达夫文学奖 这个评委的时候 我就看到 有很多大作家 有很多我们 鼎鼎罢名的作家 完全 因为名气很大 顺及写来 不管不顾 不好听的说 这个是一种 怎么说 因为 这个场合说出来不好听 但是就是 我说的是一种 浮泻式的写作 真的 就是没有控制 没有节制 没有把握 对技巧 没有把握 或者是另外一种 是便秘式的写作 出不来 感觉出不来 但是因为他们的名气大 在各种文学奖里面 总会让他们入围 但是从我这样一个 一个又写作 又做评论的原理 他们是不及格的作品 所以呢 郁达夫文学奖 现在有一个 包括最近铁宁 一个公开的讲话 也肯定了 郁达夫文学奖的 公开和公众原则 郁达夫文学奖 是唯一一个 设海外评委 其实我这个海外评委的角色 就是一个乌鸦嘴的角色 就是要说实话的角色 因为我个人不涉及到 任何的 利益关系和利益 所以呢 每次我都是直话直说 我说我不看谁的名字 我直 直截了当的 说出谁的文章有问题 结果 哪怕是这样 我一说 我把话说得那么直 就会不时的又被扯一脚 或者碰碰我的胳膊 因为毕竟是媒体在场的 我点的名字 说谁谁谁的文章 有什么什么问题 他们就有点受不了了 当然我不在乎 但是这个真实的就是 他们就是有问题 结果某某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文章 某某省协会主席的文章 都被我点了 我觉得这叙述有问题 这也是因为这样 葛鸿斌那天听我举了一些例子 我没有讲名字了 所以葛鸿斌说 你应该回来给我们开开创意写作的课 这个就是一种缺乏技巧自觉 是我们中国作家 跟西方作家相比的一个硬伤 所以我在几次评委会上都有被打断 都说不要说下去了 不要说下去了 就因为很多人的面子挂不住 因为我确实说的就是一些 最基本的技巧都不过关 你怎么能来评讲呢 所以当然我后来回忆这个评讲的文章 我也把这个事情真实的告诉了大家 正因为这样 在采显出他的本身的公正性 因为如果有问题不讲 现在的评论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有问题不讲 根本就是中国现在中国的写作老是 海外作家有种比较健康的气氛 就是大家互相 一方面是文人相众 一方面呢 有什么问题都直接说 比如说真的是这样 我最近跟荒田 通过好几次电话 我跟荒田就直接来 他说我的有什么问题 我说他的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都会直接这么的谈 好 那我们来到 下面进入到 show and tell的具体分析 前面你们听到我的感觉 会觉得我的观点是 show一定比tell更好 对不对 但是其实这个不是一个 非此即彼 厚此薄薄彼的关系 这两个之间需要一种章法 一种节奏 一种平衡 用我当时在北京 我们大概读过我以前写石铁生的文章的时候 会知道我们当时在北京 我那个小家是当时大家的一个小沙龙 他们经常聚在我那小家 聊文学 当时我们聊文学有一个词是北京话 叫论 叫论起来写 我们论起来谈 论就是挥舞着大棒的 其实怎么去论这个show and tell 我们下面来到一些具体的例证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两篇关于越战的计时文学 一篇是刘亚洲的王仁仙 这是网贴 在网贴的名字叫 在死亡面前信 多么不值一提 另外一篇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叫吴小楠的 也是一个网贴 叫战友渡西江 我当时准备这个讲课的时候 王仁仙这个贴子在很流行 很多网都在转载了 我认真地看王仁仙 这个贴子可以说是一跳到底 通篇贯穿的都是说明 陈述的语气 而且因为可能是 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一点的 刘亚洲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深处高位的 他曾经当过国防大学的政委 其实他当年八十年代出道的时候 我个人也认识他 他当时陪着冯木到美国来访问 我还陪过他们一段 我当时在UCIA当学生 所以跟他当时还蛮熟的 但是他这篇东西是身处高位的时候写的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种回忆和追溯的规定情境 使他很难进入瘦的场景描写 但是王仁仙这篇 可以算是一个即时报道 读来还是令人动容 非常感人 因为他故事的硬核在这里 战争 女人 性和死亡 他是上老山前夕之夜 之前的一个战士 的性 他觉得自己死了 明天就要死了 还没有跟女人有过性的关系 他就跟住在那里的一个爱他的 有夫之父 发生了关系 结果 开战又延迟了 但是他们的性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 结果呢 他就被部队发现了 受到降职处分 然后呢 到开战的时候就把他派到了最危险的地段 去送死 然后当时的说法叫 不派他派谁 结果他最后被 他自己成了敌人的兵子眼 就是他 灭了很多碉堡 最后牺牲在满身都打成了蜂窝状 所以他整个叙述都用 Kell 来陈述的方法 但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 可以说这一类型的故事 怎么写怎么有 就是你怎么Kell 怎么动人 所以呢 王仁仙面对这个素材 他不急着去授 这个故事在足够有硬核的 故事根底的时候 把Kell做好 把说明做好 也同样能动人 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 没有技巧 就是最大的技巧 就是平静的 陈述性的把故事说完 其实我前面说过了汪登奇 后来我读汪登奇的很多小说和散文 他的文字很平淡 常常就是只tale不受 没有场景 只是陈述 但是他同样写的很有味 这是更要写作功利的 那但是呢 王仁仙里面最动人的一段 还是 让刘亚洲还是用的受的办法 我也请瑞琳把这段话再给我念一下 好 这王仁仙我读了 当时读到最后真是 真是泪水旁泼啊 所以今天要读的话呢 稍微得稍微得平静一下 王仁仙被安葬在 玛丽坡烈士陵园 为他立碑那天 连队官兵全数来到陵园 远远地 他们看见 一个窈窕的女子的身影 在坟前晃动 走近了 才看清 那是阿炎 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王仁仙的坟头上 密密麻麻地插满了香烟 全是锅里嘴的 一片白 广佛带笑 后来他们才知道 阿炎卖了家中唯一的一头羹牛 买了十几条 王仁仙爱抽的那种上等香烟 在坟前全部撒开 一颗颗点燃 他垂泪道 让你抽个够 然后 这个非常动人 王仁仙的这个故事到了最后 他就是用瘦的办法 把这个故事推向了高潮 最后 刘亚洲用雨果的一句话来点睛 这句话他说 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 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这就让整个硬核的故事 一下子上升到一种择思的层次 所以关于这个点睛之笔 所谓诗歌里边的诗言文言 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写作技巧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这个话题 另外一篇乐战体材的叫战友杜西江 他的写法就完全不同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个故事的硬核是牺牲和女人和性 和牺牲 所以呢 战友杜西江的故事远远不如 王仁仙动人 他没有爱和性 甚至主人公最后的正面的琢磨都很少 他的牺牲甚至只有一两行文字来呈现 可是全文独弊 他还是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 而且非常具有艺术的打击力 我当时因为他这个写作的人 当年参加过乐战 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吴小南 我当时读完了 我就跟他说 小南你的写作很有禁静 那后来我在想这么平淡的一个故事 他是怎么样把它写得动人的 其实就来自于叙述 同样是回忆追溯的办法 但是呢 吴小南他的办法就通篇都以兽来琢磨 就是场景化的描述充分 而且欲跳欲受 用场景来进行陈述 下面呢 我也让 把吴小南这个也展示给大家 瑞琳帮我再念一下 好 吴小南的《战友渡西江》 从青渣的作业面 沿着探照 小灯 这应该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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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算 打风转战士的身影 阴影绰绰起伏在白茫茫的烟雾里 坑到地面上铁柜蜿蜒 一进一出 一直通向山间 走车满了 几个战士一推 便有一个战士一腿登上去 另一腿用力一登 斗车启动了 轨道的设计是有高低差的 斗车一旦启动 便越跑越快 这时人在车上 一只手抓紧车帮 另一只手拉着刹车 风从洞口迎面吹来 呼呼地从耳边掠过 出了洞口风更大 轨道在延伸 暴露越来越黑 风佛在脸上狠裂清新 星星在夜幕上闪烁 好 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这一段话完全就在 而且写得非常生动 我在我的准备里面 还准备了他的几段 他都是把叙述 把介绍陈述 变成寿来写 这样的办法的好处就是 观众读者如临其敌 哪怕故事评断 比如说这只是打洞 在铁道工程兵的一种工作的操作 但他这样一种场景的话 就把他整个的写作就生动起来了 有时候好的写作 他几乎是so and tap 都混在一起的 他结果因为他前面有这么充分的场景描写 他反而在最后他的牺牲 用两行字交代 轻轻一点 讲明他的牺牲 但同样动人 这个就是举重若轻的一种写法 所以呢 这几年 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更具体的话题 这几年的非虚构写作 有一个很大的倾向 你们大家给我看看 这本是巨流河 是齐邦源的 很有名 这本的非虚构写作的回忆录 这本是余英石的回忆录 他的回忆录的自传 这一本是龙印台的大江大河 都是非虚构写作的这几年有名的作品 我读了这些作品的感受 当然我在这里没办法 我没办法举出顶弓的回忆录 顶弓的回忆录有 我记下他的名字 有四部 我看 我因为我自己没有拿到这四部书 我没读过 顶弓的回忆录好像是 我看 我一下子 我准备的讲稿太长了 我就这么说吧 就是因为这个show and tell 我先从说起来是得罪人的话题 但是在这个场合我不怕说 余英石先生我们都很尊敬 我们都很敬仰他 他的学问文章都做得很好 然后呢 所以我就 我拿到他的这个回忆录 我就认真看 后来我的同事康正国 就提前提醒我说 因为是他把 他有两本这个回忆录 他送了一本给我 他说你这个作家 你留点心眼 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文学作品来读 把它当作一个思想史来读好 我读下来确实就是 这个不是一个文学作家写的作品 他完全没有受 完全没有场景描写 完全是一种陈述性的描写 所以呢 作为一个回忆录 他是 坦白的说失败不太好 因为他毕竟是可值得读可读的 不是一个成功的叙述性的作品 但同样 齐邦源教授我们很多 他其实也很关心海外文学的 我在台湾 几次会都认识他 他是一个非常理性 非常严谨 非常冷静的作家 他用非常冷静的笔墨写的 这个《巨留盒》 很多没有读过的朋友 大概都知道 他跟笔墨的飞行员张大飞的故事 非常动人 但其实在我看来 他写的最动人的几个片段 其中一个片段 是写他怎么上珠光浅的课 下面我也请瑞琳把这一段给大家念一下 这段我也是特别喜欢 朱先生上课相当准时 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 据我们低排不过两尺 他进来之后 这一间实际的配电小室 既不再是一间教室 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 无漆的木桌椅之外 只有一块小黑板 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 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 心灵回荡 似有月音从四壁汇流而出 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 因我们进入神奇世界 也许是我想象力初起的双耳 戴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 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 像山巒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绵佛心 英文诗和中国诗词 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陀邦 即使是最绝望的诗 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 这也是一种缘分 曾在生命某个漂浮的年月 听到一些声音 看到它的异象 把心宣祭齐盪 自此之后终生无能拔除 谢谢瑞琳也朗读的非常好 这里边我们仔细想想 刚才的文字 它怎么样 我们细品刚才的文字 它有鲜明的人物形象 朱先生的安徽腔英文 有独特的主感怀 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 有四角奇特的场景 无锡的木桌椅之外 只有一块小黑板 似必放到了庄严的境界 你看这个句子非常漂亮 这空荡到庄严的境界的表述 甚至让我想起张爱玲的那种奇遇 奇特的比喻的比法 还有赋予想象力和音乐感的抒情 我想象力初起的双耳 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 自此我终生爱恋 英文诗的声韵 像山远起伏或海浪 潮涌的绵延不息 甚至它还有叙述文体的长短句 与文言体的和翻译体的这种参丝的穿插 比如说它的欧话句 也许是我想象力的初起的双耳 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 这是它的欧话句 它的文体 文言体把心酸齐齐上 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但是它却无缝交接 融合毫无违和感 这就是可以说是非虚构叙事里面 可以说是一种金鱼化镜的一种 show and tell的一个典型的段落 更典型的一个show and tell 其实我愿意举出 龙印台的大江大海 如果看过这个书的 或者没看看过段落的 你们甚至可能从一开始 就可以用我提到的观念发现 龙印台写作的最大的秘诀 就是他永远以show带跳 他大江大海几乎从第一个字开始 就一进入了show 他从他的儿子怎么跟他说话说起 然后里边的每一个篇章 几乎都是从show开始的 他甚至有时候空篇都在show 不去陈述 但是用show来陈述 这个后来我认真回头 我看了大江大河他这个写法 接着我今天需要讲的 我回头去看读他的评论文字 龙印台的聪明之处 就是他的评论文字都在售 这是龙印台写作的最大的一个诀窍 我个人跟他龙印台很熟 说点好玩的话题 1989年五四那天是我陪着龙印台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呆的 所以我跟他个人有很多私下的关系 我如果下次见到他的话 我会开他的玩笑 我说我发现了你的写作的秘密 就是以兽带跳 这个真实的是龙印台的这个话题 其实讲到龙印台 我们把话题稍微延伸深一点 我知道我有一个小时 我应该因为从刚才我开始讲 应该我还有15分钟 我再展开谈一点 其实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非虚构作品 大家都知道 就是非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莫属 围绕史记是否有虚构成分 或者何为史实记录的虚构和非虚构 这个一千年一两千年以来 可以说是文盘的一桩公案 认为他有虚构的成分 在我们今天的题纸里面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回去去想 司马迁的《春秋之笔》的棋尾之处 就在于他打开了 纪实文学的《寿》这个大闸门 使得《寿》场景描写 或者说《soul and tell》 在里边章法有志高度平衡 也就是说他把历史场景的描写 变成了一种史实的陈述 又把史实的陈述 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历史描写 这里面我稍微举个例子 因为这个文字太干巴和太不容易 念出来不容易有效果 我就不请瑞宁练了 我大概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默默的看一下 因为念起来磕磕巴巴的 我简单的说 这整段文字都在寿 佩公见相王于鸿门 张良见饭快于军门 场景对话的穿插 人物互动的眉眼 它全都展示出来了 全文贯穿的就是欲兽欲跳 这是鸿门叶 其实我们今天霸王别姬 我们今天读到我们很多京剧 很多戏剧的题材 都来源于史记 史记的兽 就是今天我们的 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种活水资源 这个资源说的更具体 就是瘦的一种灵活把握 然后呢 但是这里边你们注意到 有一个区别 我要提出来一点 瘦首先是场景 其次是细节 场景和细节的描写就是瘦 但是不等于 场景和细节的堆砌 就是瘦 近几年 还有一种非虚构的文体 非常流行 就是游记 旅行水笔 以游御史的杂记等等 这也是近期 非虚构文学的一个大宗 这个大宗里面 我注意到一种这么一种叙述现象 它就让我引起了警惕 我上面讲了这么多 好像是有一种 偏于瘦 而冷淡 tell的一种倾向 我不避讳这种倾向 我认为 学会瘦是一种捷径 但是我也注意到 非常多的 近年的游记 旅行的水笔 都用这样一种方法 我看了好多游记 都是细节的流水帐 细到 具体的导游的电话号码 历江的某条路是石子路 拖送行李 艰难 客战的筑地的具体方位 向南向北 有没有空调等等 这么多的细节 但是那其实不是瘦 那没有场景化的描述 而且它可以成为旅游攻略 但是不是一篇好的 散文游记 所以细节的堆砌 不等于就是瘦 这是我提醒的 然后呢 我们最后就来到了一个 我做的结论 我这个结论呢 特别用一种特别的方法 在我们的非虚构写作也好 写作也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用今天的网语叫 脑洞大开 就打开你的脑洞 那今天我也故意的 用脑洞大开的看法 来谈谈so and tell 这些行而上的思考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 历史 写历史 历史是用来记忆的 或者说 记忆是为了历史而存在的 那我们就不妨回到历史 来展开我们so and tell 的一种思路和想象 其实 拉开一个更大的视角 还有一个更广大更广义的 宏大叙事式的so and tell 就是对历史的观照 可以作为一种思考性的参考 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高度 去认识so and tell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几个文体的概念 一个叫史诗小说 在西方称作大和小说 或者家族小说 或者叫成长小说等等 比如战争与和平 比如红楼梦 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 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些写历史的作品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面 对拿破仑为主角的法俄战争 是琢磨颇多的 战场宫廷的书写也颇多 可以说满篇满页 但我们读者读完 我们记住的是什么 我们记住的基本上总是 安德烈和纳塔莎的故事 《红楼梦》呢 《红楼梦》 贾府的兴衰败王贯穿始终 从贾雨村到贾政到原非省亲 到大家族府堂的败灭 千流百转 但是读者读完 我们记住的是什么 是宝代的爱情 是葬花 焚稿 是大观园里那些踏雪寻梅 品茶斗诗的场景 普鲁斯特的七卷本的成长故事 《追忆四十岁流年》 写尽了无数细致所屑的 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场景 可能我们读者最后记得的 可能仅仅是姨妈家那块徐奇饼的香味 其实这里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个记忆的特点 其实就是因为安德烈和 安德烈和娜塔莎 宝代之恋 姨妈的曲奇饼的香味 这些都是瘦 都是细节 都有场景 有情感温度 而军事的家族的成长的过程 只是广义的tell 历史故事 持续流程的一种陈述和说明 所以读者常常不如记住他 这是大的 宏大叙事的写作里面 的so and tell的关系 我们可以再一次把视野拉得更开 拉到了整个历史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 文化大于政治 人生和人性大于意识形态 时事政治的影响是暂时的 而文学艺术的魅力是永恒的 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说的话 前几年我写的一个 知青祖歌岁月甘泉 引起过好的反响 也引起过争议 有人骂我说 你把知青的岁月叫的甘泉 是为文化大革命涂脂抹粉等等 一方面我理解我包容 但是我回答这句话的时候 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说我之所以写自己的知青生活 把它视为我人生的精神支援之一 就是所谓的甘泉 就是因为我认为人生大于政治 青春大于意识形态 知青和土地和民众 接下的这种情感 大于政治意味的敏感归陷 这里面回到刚才那个大的 其实因为文学和艺术 就是文学音乐绘画建筑 也包括世俗文化 世俗文化里的饮食民俗习惯等等 他们都行出于感官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 这是他们赋予历史的兽 就是历史的可视的场景和可触可感的细节 所以文化的不朽 文学艺术的不朽 来自于它就是历史的一种兽 我英姿我还写过旧体诗 我写过几段这样的旧体诗说 三千公雀高墙后 不敌冠军冠军冠金几首诗 还有江山铁打抵河市 南迪书生一首诗 我们今天回头去想想 我们都记得苏东坡的前赤必赴 记得杜甫的一览重山小 但我们记得杜甫当时当了一个什么官吗 记得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 乌台诗案迫害他的那些人吗 我们全部记得 但是这些不朽的作品 我们永远记得 北宋的 我还有类似的诗写过好几首 汗雪乌椎今起在同台欲藏早成空 姓为秀里兰亭卷 碎碎精华长雍龙 我们今天记得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和前赤必赴 谁会记得北宋朝廷的那些正真的鸡毛蒜皮 和将苏东坡贬折到黄州的那些萧小嘴脸 因为文学和艺术就是历史星空上的瘦 就是历史星空上的细节和场景 而政治与意识形态只是tell 只是一种时序性的陈述 时序一过便苏朽 所以我们今天会记得大家去和蓝亭卷 但是我们不会记得历朝历代的 正争的那种鸡毛蒜皮 包括帝王 千古之下同是帝王 我们大家都记得李后主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可是谁会记得宋太宗是谁 宋太宗就是最后掌握李后主生死命运的那个人 其实所谓历史就是一种表述 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叙述学 产式学也是历史的语言存在模式 在这里我开一个政治家的玩笑 就是说想寻求历史的不朽地位 不能光是tell 光是陈述或者参与那种枯燥的权力争斗过程 重要的还是要soul 要留给时代与百姓的一个good show 美好的场景记忆 所以当然可能也是这个秘诀 现在天下的英雄豪杰争相 想留下一些政绩工程 因为政绩工程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soul 其实我这里边已经进入到我的结尾 有点开玩笑了 但是回到这个话题 一个好作品 无论虚构的非虚构的 它的魅力或者说甚至是永恒的魅力 一定离不开soul 离不开场景和细节的呈现 tell跳得好不容易 写作的人都知道 平数性的文字最难为 那怎么办呢 那就抓住soul的诀窍 就像今天的美颜广告叫 一白遮百丑 其实我其实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我可以说是一寿遮百丑 或者说我是一个场景叙述的封魔者 我自己的写作里边 我比较满意的写作 比如说我的四个长篇 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米古 米古其实就是一个soul的一个作品 所以如果不信 大家今后的写作 从soul出发去找到你的写作的捷径 也许是未来我们可以寻找的一条技巧自觉之路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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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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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 非常精彩的演讲 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样很重要的概念 show and tell 好 可以认识 我看到我们听众里面有一位听众 孙军勇 我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 他讲了我是个外行QS session 能不能让苏教授给我们explain what is show what is tell give an example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说在后来的也是苏老师也讲了一些例子 如果您对这个还是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再说 在这儿就是说您这个我想先抛砖你 我先来这个进水楼台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对很多学生这个创意系 尤其是fiction writing的人来说 在美国的话 如果你听个一堂课两堂课 可能第一节课 这老师告诉你就是show but not tell 就是说几乎是absolute这个principle 就是absolute准值 就是说我去讲 因为这个是为了您今天讲的主要是nonfiction的这一部分 那我就在想这个准值是不是其实是通用的 nonfiction和fiction之间 是的 是的通用的 按道理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理论上虚构小说更强调show 而非虚构写作更强调tell 但其实我认为在虚构非虚构里面 就是重视show才是一种技巧的自觉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特意拧着来说 把这两个话题 小说更不用说是一定要要重视show 但是非虚构写作常常就是不重视show 我想再延伸一下对不起大家 那比如说您指到的指引的那个文本的里面 对吧 它先是时间地点然後人物时间 对我们说这个 What Who Why When Where 我的触前的理解 就是说 更重要 这在五个W之内 就是说 What 还是 就是说第一重要 当然What 常常是跟Who 联系在一起 是跟谁 联系在一起 然后这个When Where 就有点像背景 在哪里 在什么地方发生 至于Why 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 但它是更深层的 背景材料 是不是可以这么 触前的这么 理解一下 可以的 如果简单的说 我刚才也说了 子音开头的那个开头 没有大问题 表面上没有大问题 但是它作为一个文学的文本 它不能吸引读者 就因为它只是 陈述了一个事实 但是它把它场景化了 它其实 它需要的那个五个W 在它的里面都有 但是 但是它把它场景化了以后 一下子 人物的个性出来了 它的样貌出来了 然后故事也交代了 所以 瘦的好处就在这里 它 它一下子就具体化了 其实 我们学 绘画 学音乐的人 就是 学音乐的人 唱歌的人 写作的人 我们都有一个词 叫画面感 唱歌的人 朗读的人 舞台的人 学表演的人 都要强调 他要眼前有虚拟的画面感 其实 so and tell的 的诀窍就在这里 so 就是提供给 读者 画面感 他是给读者 马上进入 规定情境的一个画面感 谢谢苏惟老师 我的问题到这里 不知道哪位听众 我知道有一位听众 我们这儿有一位很年轻的会员 那个英凡 刚才那个问题 还是让苏惟老师再讲一下 稍微总结一下吧 好 我刚才看到 两个词的定义 有一个区别 怎么区别新闻和记事文学 新闻和记事文学 确实有时候 不容易区别 特别是我们在中国受训练的 比如说我们在 我自己本身是记者出身 我在17岁开始 就进入我的写作生涯开始 是做那种土记者 就是报道员 在兵团的时候做报道员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强调通讯 通讯其实也是一种新闻方式 我们学写通讯 通讯已经是一种描述性的写法 但是通讯 比如说我们当时学的范本 如果上了年龄的人 都会记得 当时的基本范本是 教育录 教育录的 当时的长篇通讯教育录 是当时我们学写新闻的一个范本 它基本上是归到新闻的范围的 但其实用西方的观念 像教育录 像中国的长篇通讯的写法 它其实已经进入到即时文学的范围 这里面有时候不容易做一个很简单的非黑即白 说它就是新闻 它就是报告文学 其实有相当多的报告文学 像我们早期的 包括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东西 都是报告文学 其实它也有新闻性 所以更多的授更多的场景描写 和更多的陈述说明性的文字 这个可能就是新闻和计时文学的区别 我可能只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区别 我觉得刚才这位听众的问题也回答了 就新闻和这个非虚构 对 刚才我看到一文字出来 是吧 因为我知道我们听众里面 有一位很年轻的我们着席的会员 和刚刚他是在亚特南大那边 他的散文喜作 我们不知道 他的散文喜作 可不可以完全的归纳成这个非虚构 但是他的散文喜作很有成就 他去年最大的成就是 拿了台湾的这个 梁氏球散文奖的一等奖 我想刚刚你今天对这个舒老师 对你的散文喜作 你有什么问题呢 他自己说话吗 对 能听见吗 能听见 说吧 我觉得就是这个讲座对我来说 帮助非常大 因为我其实可以意识到 我写作中的问题 就是瘦的部分有点多 然后呢 现在就是怎么样才能收敛回去 就是怎么样从瘦 然后到tell的这个阶段 然后呢 您刚才讲的时候 我听到一点 就是如果 如果这个故事本身比较平淡的话呢 就是可以通过瘦的方式 然后来提高这个文章的质量 如果要是 想通过tell的方式呢 那故事本身需要有比较曲折的情节 但是就是 拿我来说 就是我自己写的散文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而亲身经历的话 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的波澜起伏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现在用的办法就基本上是用来瘦 来弥补故事的平淡 然后但是我的问题就是 我怎么才能过渡到tell 就是怎么才用tell的方式 然后还很好地讲一个比较平淡的故事 那个 讲到这个 我就 因为刚才有很多例证 我没有 我没有举到 我举个例子来给你讲 首先回答 刚才这个 映凡带你提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先说 散文其实都是非虚构文学 散文一虚构就不是散文 散文一进入到虚构就是小说了 其实 所以有人用这个来讨论 有人说过 以前有争论过 认为鲁迅的故乡是散文 而不是小说 其实我还是认为故乡是小说 因为虽然他建基于鲁迅真实 他自己回故乡的经历 但是润土这个人物 基本上是有这个人物的原型 但对这个故事整体上 包括豆腐西斯 这些都是鲁迅的一些人物的创造 所以鲁迅的故乡不是散文 是小说 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所以一变成虚构的散文 我就认为不是散文 就是小说 所以散文是一个非虚构的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刚才战友杜西江 我念一段 你们大家听听 来根烟吧 一个老兵靠了过来 递了根烟 告诉你吧 他说抽烟休息是正常的 不抽烟就分不清是休息还是偷懒了 接了别人的烟 你也得递烟 前面是对话 是受 下面是说明 切了别人的烟 你也得避烟 于是到了调班的日子 便到小卖部去买烟 一来二去抽烟成了习惯 无论来自什么地方 基本上战事都是如此 只有西江 我告诉他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淡淡一笑 少一点休息也就是了 我还是不抽 他摇摇头说 我不喜欢那味道 这是他写的杜西江关于抽烟 他这里面又有tell 说明只有抽烟才别人不当着你休息 你可以偷偷懒 而这个我也为了这个办法去买了烟 但杜西江就是不抽 他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他又回到了soul 他其实是soul and tell的穿插过度 很自然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soul and tell的概念 包括作者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但他这样其实也写了人物 甚至也写了性格 但他完全是在互相穿插 其实这里面真正所谓的技巧 说到了最后我们都可以落到一句话 就是分寸杠就是章法和分寸杠 就是你soul and tell 哪里开始soul 哪里开始tell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练习和提高的地方 连我自己经常写着写着 觉得这段文字为什么那么干 我回头看 发现就是这个问题没处理 怎么样吧 包括不光是soul and tell 包括我们中文的一些固有的概念有用的 比如情语和景语和礼语 用以情语来带景语 或以景语来带情语 以礼语和情语之间的交集 因为我自己写旧体诗 这个绝对是最基本的功夫 要在这三个词中间 这三个词里面跳来跳去 但是写嗓门和写小说 这个方面也是很有用的 情语景语和礼语的穿插 但是我觉得加入了soul and tell的概念 我们的写作的技巧会更丰富 刚才你的问题 Amy的问题 她的问题是各个作品中的细节和场景 也是高低不同 怎么看细节中的想象虚构 这一点 是不是长少红的问题刚才 长少红就是还没有排到呢 现在是Amy的问题 没问题 这个话题呢 我可以举出张爱玲来说 张爱玲的好和张爱玲的厉害 都在这里 其实张爱玲的文字 非常的冷静 可以说张爱玲 非常善于用tell来写东西的 她其实很冷静的去陈述一个东西的时候 她暗暗就把so放在里面了 比如我刚才举例子的 张爱玲的比喻 很奇特 她常常用奇特的一个比喻 就把整个tell的文字给提亮了 张爱玲的这种技巧上的这种分寸和互相的过渡 是最不留痕迹的 坦白的说 我到现在 我认为目前中国人的汉语表述 能超过张爱玲的不多 坦白的说是这样 我对张爱玲的文字表述 但是张爱玲的特点 包括跟我个人也刚好相反 我个人写东西 很容易把自己的情感放进去 很容易就投入到里面 张爱玲是非常冷的 极其的冷 包括她这个人的三观都很冷 就是很阴冷阴冷的进入文学 阴冷阴冷的看待人生 但是张爱玲非常有光彩 她的文字的光彩 都表现在这种so and tell 这种情语离语之间的 这种平衡 但她常常是 以tell为主的叙述里面 都有受的闪光 这是张爱玲的特点 是长绍红的问题了 长绍红的问题是 问苏维老师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再说 写非虚构和作品 心里想着虚构的方式 您对于文采和拽文 朴素和平淡之间的区别 怎么看 如何把握非虚构作品里的 so和tell的do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分寸感和章法 确实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我说的捷径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就去受 你把它变成场景 马上这个文章就活起来了 你急着去说明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发现你自己太急着 我自己写莫访的故事 长篇花了最多的时间 我自己重新读 最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他的tell太多 瘦太小 瘦太少 就是急着 因为我想讲 要讲剖析文革 急着去用一种理性的方式 去说明文革在一个小的地区 小的事件上 怎么亮出文革那样的 一种祸害的结果 所以我急着去说明 所以我后来发现 就是因为瘦的不够 tell又跳的不高米 所以我觉得我在叙述上有问题 出在这个tell上 我自己分析我自己的写作 其实我们在写作过程中 我一方面写了好多年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其实是写作很苦的人 我是一个苦银派的类型 别人以为我写作很快 其实我写作很慢 就是我都是 但是我写作这种感觉 我相信所有写作的人都有 什么时候觉得写的写的很干 很色 很色 觉得写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 你回到一些基本的观念里面去想 你瘦了没有 你跳了没有 你跳的高明不高明 你在瘦的场合 包括刚刚说的分寸把握的都能够 细节 其实细节和陈述 可以交织在一起的 刚才我举的这个杜西江的这个例子 它的抽烟 其实是个细节 但抽烟的功能 其实是个陈述 在干苦活里面 它这个东西的交织 这里面就有某种分寸感 下一个问题呢 我在想 听到这个讲的时候 我突然想 其实show and tell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 常说的摆事实 讲道理 光讲道理 其实是不行的 但你要把事实摆出来 才能更能让人信服 可以这么说 但是摆事实还不够 还要把事实说的生动 我这个就回到刚才 龙印台的东西 你们注意到 龙印台基本上写论述文章 都是从show开始 龙印台很多文章 都是从叙述开始 从叙述场景 从一个场景开始进入他的写作 好的 你读New York Times 读New Yorker 好的文章 常常都是从show开始 这其实是某种诀窍 在美国的英文写作里 也有这个诀窍 很多人用show 来吸引读者眼球 然后用tell 后面才真正是tell 包括好的演说 对 这一点我十分同意 我觉得他们英文写作 可能他们会这么说 就是说 无论你是新闻写作 nonfiction fiction写作 他的第一要求 其实我觉得 就是他们所谓的 A action 你必须从一个action开始 才能抓住这个读者的眼球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叫 Vivian的听众 举手是想问问题的什么 但是我三号 我不能让它发声 这样子我提醒一下大家 我现在把所有人的麦克风 都已经开放了 你自己需要手动 把你的麦克风打开 如果需要提问的话 我正大家在转断的时候 我提一个吧 嗯 嗯 那个 刚才呢 苏伊老师你说 这个如果是虚过 虚过不散言 那么 这个 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一个人 在非常惊险的情况下 什么 刚才我 你引的那一段话 在那一个 坐到一个隧道上面 非常惊险的一个东西 风路或呼哨而过 什么东西 实际上呢 知道这件事情 大概就两个人 一个就是作者 另外一个就是经历者 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者 经历过这个事情 亲身经历的人 可能处置出在一种 精神状态上 实际上呢 不记得这些事情了 所以呢 实际上呢 作者呢 帮他挥一幅过来 里面呢 确实可能有些虚构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这里面 因为没有机会讲虚构写作 其实虚构写作 有几个 也是我认为是诀窍型的 一个当然 首先是想象力 我认为写作 无论虚构和非虚构 都需要调动你自己的想象 就是非虚构写作里的场景描写 就是要用想象力 另外一个就是细节 在英文里面经常写作有一句话叫 detail detail and detail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因为我经常需要指导我的耶鲁的学生的毕业论文 我也经常告诉他们 你们聪明的办法 就是detail detail and detail 你们在你们的毕业论文里 论述一个问题里面 都出现广义的授和广义的detail 你的毕业论文就成功了 其实在论述文里面怎么去授 不容易做到 但是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为什么是detail呢 论述文里面的几个要素 强调论据论证论点 论证这个example 这个data就可以转换为detail 更进一步的话 你要在这个论据论证的数据 数字和例证里面写出了细节 比如说你讲饥饿 饿死了多少人 你讲出某一个人的人家的具体的名字 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这就是细节了 这样这个关于饥饿的数字的分量就足得多 所以这是论述文都需要掌握的细节 而能够这样写是需要想象力的 你没有想象力在写作中 哪怕是非虚构的 哪怕是论述文都需要想象力 但是会不会牵扯到虚构上面去了 你就在非虚构的 非虚构要建立在事实上 非虚构要建立在事实上 就不能乱天马行通 比如我刚才讲的饥饿饿死人 这个数字最后举到某某人家的人吃人的现象 这些都是真实的 而且要用真名实姓说出来 这些都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可以把它场景化 比如某一天某人放学回家 看到一个场景 谁饿死了 我为什么突然跳出这个话题 是真实的某个有名的学者 告诉过我他在安徽的家 就是家里的人都互相吃掉 因为实在饿死的人没办法就把它吃掉 是真实的当时安徽饿死人的现象 我这个场景跳到我脑子里 某种意义上说 你写作就需要一种这样的想象力 写任何东西都要把它脑洞打开 我想就秘书长这个问题延伸一下 因为我以前我也有一个英文喜作老师 他特别讲到 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英美文学喜作里面 Memora喜作自传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但是所有的Memora喜作 号称是这个非虚构喜作 对吧 是自身的经历 但是当时我们这老师说 他就说我不相信这个非虚构喜作 完全就说non-fixing 因为每一个人的回忆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就是说都是自己的版本 他说如果某人号称那是百分之百的四十 那是bushit 是的 很有意思 我们还有哪位听众有问题 我想讲 我可以讲吗 可以 能报一下姓名吗 我叫卢杨 今天很高兴听社会老师的讲 我刚刚听完读完了一本书 天涯碗迪和张冲和讲故事 那整个的都是在一个客厅里面 每次都是你去上门 所以这场景是很简单 但是我听了以后就是觉得说 津津有味的 我恨不得我也在当时 因为你这个秀 或者是 我就说他这个秀的teltel 他很很 就平衡得很好 所以说就很不如痕迹 但是呢 又让人觉得非常有趣生动 就是最最最重要 不管用什么方式 就是要让人家觉得 隐能入胜 对不对 所以很好看这本书 谢谢 他刚刚谈到的天涯碗迪 其实是我写张冲和的 口述实录的一本书 确实我在写这个 当时要记录老人的讲话 我当然是用手记的 我在整理这讲话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问题 这个讲话如果就这么整理 很乏味的 除了你需要去归笼 里边的讲的当然都是真实的 就从我听到的是真实的 或者我也需要他个人去核实 有时候因为他的安徽口音 我会听错了 我要让他重新给我核实 这些都是 但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 真的有你 其实我当时都没有那么明确的 show and tell的一个概念 我写作的时候 但是我就想到 要让读的人如临其境 这是我想到的 要让大家身在其中 像读者也是像我一样的 当中和讲故事 我要写出这种感觉 这个确实是当时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反而有时候这样写的时候 反而是轻松的 我的所有的书里边 可能卖的最好的书 就是这本天安晚迪 现在已经印了第五次了 就加印了五次 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 是我写作写的最轻松的 就最没有花力气的一个写作 就是天安晚迪 就是 但是就是 但是我做出的努力 就是怎么样把 怎么说 我在文末的最后的后继 说了一句话 说张冲和属于 中国大历史的一个留白 其实我说的这个留白 我怎么样要让这个留白也有光彩 这个其实是我写的 张冲和的这个天安晚迪里边 做的我自己个人的 你做到了 然后我就顺藤木瓜 就想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 很高兴 很高兴你喜欢这个书 喜欢 好谢谢 我做一点回应啊 说 这个因为我们听 今天听讲的都是有相当的这个写作的积累的 所以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也就是说呢 苏玉老师刚才讲到细节细节细节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就是说这个细节 但是呢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人写文章的时候啊 没有细节 他这个 别人说他说这人吧 长得特别漂亮 你到底也不知道这人到底是怎么个漂亮 别人说这人特别好看 你也不知道这人特别好看 你这个他就说这个人特乐观 你也不知道什么细节能让你知道这人是个乐观的人呢 你说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好 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天气是怎么个好 就是我们特别忌讳 用大词形容词 我不是小学生啊 刚开始写作 就是要进入细节的写作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把你的感受 要用细节真实的表现出来 而不是用你的形容词告诉读者 这就是我们在看很多文章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弊端 这个我刚才因为听到苏维老师说细节 这个东西我就想到呢 很多人老是用那个形容词太多 你像那个朱自清 他最后他写和堂月色最后的一句话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还记得吗 他回到家以后怎么样呢 他没说他回到家以后 他心情啊怎么样多么的美好 然后他没有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妻就是妻子 妻已睡熟了 就是他在和堂月色他转了一圈 回去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妻子已经在这样的夜色中睡熟了 他没说他多美好 他也没说什么结论 可是你从他这个妻已睡熟了 他问你是不是有无限的联想呢 所以就是说呢 他是事实是细节 而不是形容词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大家今天喜欢写作的人 特别反省自己 就是不要用形容词 好我就说这一点 太好了 那个唐剑那个那个 唐剑有个问题 那个英凡或者桃花可以看一下微信 他在微信上唐剑有一个问题是吧 他不在chat里面吗 我看一下 对我觉得瑞宁老师刚才这讲得很好 细节 然后要特别要真实 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的感同身受 我没看到唐剑的问题 你让人放出来 那个小琴 好 我们也请其他感受 我们就提一个问题 可以看一下 英凡 英凡 我公开那个问题可以再继续讨论一下吧 因为跟苏老师也是同行 他也是记者俗生 刚才我在群里面提到这个新闻 就是说 当然有那个文友已经说了 新闻不是文学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那个 那报告文学 我觉得还是 就是我们的nonfiction 他还是写的很好的 这种一种文句 那他特别描写 就是说 像孟小云过去的胡杨润 那大家都是公认的 是非常 所以说 这个 这个 怎么样从这个 报告文学 他怎么 是不是还需要 怎么样才能生活 nonfiction 我想提出胡老师的意见 那 英文是不是文学 那我们不去争论 那新闻当中的 刚才说的通讯和报告文学 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错的 应该是属于这个范畴 好 谢谢 我刚才也说了这个话题 其实新闻 新闻就是基本上以陈述 所谓的五个W 就是 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 原因 这个就是新闻 但是呢 在时间地点人物里边 把它场景化 把它 在有组织的 甚至把它变成有情节化 这就是记史文学 其实 这个区别 还是比较明显 新闻和记史文学的区别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难的 这个区别 并不难区别 报告文学 请报告文学 你找些人 可以做 安逸 你会把这个图点 怎么可以把我的图点放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 因为苏维老师 语简的问题 我想念一下 听了讲座 深深认同 瘦的重要性 谢谢苏维老师 精彩的讲座 瘦让读者 在读文字的同时 去探索 让读者更好的参与 瘦也好 tell也好 最后要看一篇文章好不好 无论是虚构或者非虚构 都要看成完成度 苏老师能不能顺便谈一谈文章的完成度 谢谢 这个文章的完成度 也是在我们写作里面 常常说的 我经常给 因为我虽然在耶鲁不教写作 但我教高年级中文 涉及到写作 其实写作 开头和结尾 用我的办法都用一种 让学生容易嫉妒的成语来说 其实我们的开头 中文也好 英文的开头 无非两个成语 一个是开门见山 一个是水到渠成 或者说水到渠成慢慢慢慢流成了 这样的开头 基本上是两个开头方法 结尾 也是 其实这也是某种 自觉的技巧意识 就是你自觉的笨 开门见山 自觉的笨 水到渠成 这个文章就会写得有特点 结尾呢 同样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一句话 虎头蛇尾 开头开得很好 尾巴像蛇一样搭拉下去 那我跟我的学生说 你们就记住两个中文词 不要虎头蛇尾 一个要虎头豹尾 在英文里说就是powerful the ending 要虎头凤尾 phoenix 就是beautiful 就是优美的结尾和强壮的结尾 结尾无非就这两种方式 大概的 当然就像刚才瑞琳举的这个 一直睡了 很平淡 其实这是很优美的结尾 很平淡的优美的结尾 但是 你们听贝多芬的结尾 贝多芬的性欲的结尾 哐哐哐哐哐 往下 这就是虎头豹 其实这个完成度 我们是规结尾 其实也就是中文 我们学古典诗词常常说的 朝方派 晚月派 北方派 京派 海派 其实无非就是 阴阳 粗细 明 暗 等等 其实 有一些自觉的意识 甚至会更聪明的 把这两种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 把光明的结尾 写得很黑暗 把黑暗的结尾 写得很光明 把有力的结尾 写得很优美 把优美的结尾写得很有力 等等 这都是看你写作的事情 或者写作很多即兴的感觉 走到那 该咋地就咋地 就是没有自觉的意识 意识的不一样 好 苏伟教授 我是北澳 北澳能不能讲几句话 好 我来说进去 你好你好 因为我呢 今天上班 所以 耗一个小时才进来 我看到这里边 有我们协会 很多人在这听 所以我说代表大家 表示一下感谢 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我们有一百多人 但是像苏伟教授这种专业的 专业的 搞文学的还是不多 所以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能在全球范围内 有这次活动 我们相信大家受益匪浅 另外呢 苏伟教授本来就是从洛杉矶过去的 本来是洛杉矶就是他的娘家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 有机会回娘家 我们会把你请回来 这个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代表这个会 这个协会 每个会员 表示感谢 然后呢 我们后面以后再经常这个沟通 好吧 谢谢 好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苏老师我能问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 你好 我是陈玉宝 从密信根打来的 我在密信根大学做功课教授 有时间呢 也写一下中文 刚才您讲的这个秀 场景描写对我非常的有启发 其实我 我很早看过一篇文章 不知道是不是您写的 谁写的不关心 不重要 但是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非常深刻 就是写到当时到美国来静观的场景 那个有一个华人给您说了什么话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您写的 好像是您写的 可能 这个场景呢就是非常的在心里头 有一种共鸣 到现在记得 还有我记得以前看过瑞林写的那个 他乡明月 也有很多场景描写 那么具体的情况不知道了 场景一直在脑海里边有 比如讲了他家后边一条小路等等 确实场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场景的过程中呢 有时候有主观 有客观 客观比较好写 那么看到了一些 用一些想象力就写出来了 当然主观呢 比如说我想起来很多年前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 我带我女儿一块在密西根 到外边去郊游 那看到天上 蓝天白云非常漂亮 那么怎么描写呢 结果我女儿突然一句话 爸爸怎么天上很多稀饭 我一听怎么会有稀饭呢 仔细看来看 确实像稀饭 这种肯定不是现实 这是人的那种感觉 那么在描写过程中 你描写天空的场景 看到了很容易 但是想象的又怎么描写 应该把握怎么样的度 这是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你的女儿的 刚才的那个想象 就是我刚才说的 张爱玲式的比喻 张爱玲的比喻 常常就有这种奇特 她常常是用一个 有关系的 相近的 其实我现在注意 我自己不写新诗 我写新诗也 试过也写得不好 写歌词我敢写 但写新诗我不敢写 现在新诗 其实就是一种 通感式的 就是把 听觉 视觉 味觉之间把它打通 把听觉需要说 比如说我们日常经常说的 这个色彩很响亮 今天画画的人很喜欢这么说 其实色彩怎么响亮呢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这个句子有香味 这句子怎么会有香味呢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好的比喻 的精彩的 方面的诀窍 就是找到那个通感 找到 这是钱东书的文章里面 经常喜欢说的 其实很多好的比喻 和好的写作的句子 都是一种带通感式的句子 这是我的 我的一种发现 可以这么说 好谢谢 请问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OK 好的 那个苏教授 您可能不记得我了 我叫刘元 我是华府作协的会员 也代表我们华府的作协 向您问好 您前些年来跟我们交流 给我们一个既然好的讲座 我呢也是学理工科出身的 我是学神经生物学的 那我在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 我母亲是一个作家 她最近刚刚去世 她活到一百多岁 她原来是学西方语言文学的 她是新南联大 那我刚开始 学写作的时候呢 我就问她 我说妈妈你看我怎么能写的比较好 她就说了两个字 她说了多读 那所以我对您的问题是呢 我也是您的忠实的读者 从八十年代起就读您的文章 后来也读过您的书 然后那个世界日报上的很多文章 我都会读 那我就知道有些作者呢 是自己是不太读书的 他不愿意被别人的这种写作 受到影响 有一些作者呢 他是读大量的书 那我就想请教您一下 就说您在这么多年的写作当中 就是这个读书 阅读和写作 是什么样的一个平衡 然后您觉不觉得 其他的优秀的作品 对您的写作有很深的影响 刚才您提到张爱玲啊什么 那如何讲一讲 写作者的这个角度 讲一讲您的阅读经历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谈到的 其实我不是一个写作 以马可力的那种写作者 我不是写作很快的 同时呢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一目十行 我那天看 那个我们瑞琳说 她读书很快 她两天就可以读完一本书 我的问题是 我读书很慢 我是很 每一本书我都要 咀嚼三四遍的才能把它读完 这是我自己的人生走过来的经历 我当了十年的知青 在乡下没有多少书可以读 一本书放到我手里 我就会把它威严大义的 连金带骨的咀嚼半天 去读出它的感受来 这个呢 客观上说是我 一直到现在 我都觉得我自己 内心觉得自己还没有老的感觉 就是我读书常常还是一直保持那种 读任何一个东西都很鲜活 有种连汤带汁都会震润着我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是这样一种读书法 我是读任何一个东西都要进入它 然后把它反复的味道 反复的感受 享受它的所有的好处 我是这样一种读书法 所以我其实不是一个博览群书型的一个写作类型 这里面我想到另外一句话 就是我自己是读一个东西 我就希望我真实在它中间得到真实的收获 我是这样一种读书方法 但是我就想到另外一种 其实是台湾的李敖说过的 他说其实读书和写作的关系 无非是两种 一个是以读代写 一个是以写代读 我自己两点都在一起 比如说我最近写旧体诗 其实已经写了好几年了 然后已经有点对旧体诗觉得 也自己觉得自己对技巧和评则都烂熟于心 觉得没有什么神秘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已经把它轻看它了 但是呢 我基本上是一种以读代写的 我读的某个旧体诗觉得 哎不错 我就打动我了 我就会回到我自己的电脑前面 我说我写一首 也可以写出我自己的感受 就以读代写 是我常常的阅读中间引发的一个灵感点 我会用它展示一出别的东西来 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 我自己当年的远行人 最早的一本留学生小说集 有一篇小说 叫《牧原》 是那个集字里面 那个系列最后一个小说 我是读完乔埃斯的 那个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 好像叫远世之类的 他写的下大雪的天 跟一个人的告别 我读完那个 整个心里边 充满了这样的下大雪 结果外面下起了大雪 我就走到 当时在哈佛 我就走到哈佛亚 哈佛亚一个边角 有个小的墓园 铺满了雪 我跳出来两个字就是墓园 我其实是读完了那个乔埃斯的那个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 走到大雪里边的哈佛的校园外面的墓园 就跳出了墓园这两个字 很奇怪 我就觉得我可以写作了 我就会回到当时是稿子前面 开始写 就写下墓园这两个字 完全没有任何构思就往下写 这个甚至一直到现在 我都认为是我当年 当时是1985年吧 好像后来邓有梅告诉我说围绕你的墓园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讲的评委 产生了很多争论 就说 为什么要用墓园做题 不认为我很灰暗 但是又里边的情感又很什么什么 反正他们的争论当时还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 其实那个是写一个学生 写的我自己决定要回国的心态 是一个决定要当海归回国 但是他到墓园最后告别他的 埋在那里的一个哥们 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感觉 但那个就是一种以毒代血 作为一个作家的以毒代血的感觉 最好不要从像古典诗词里用点 那些感觉 我觉得是从艺术打击力 触及到了你的灵感的某个点 触及到你情绪的某个点 出发去读 这是以毒代血 以血代毒是更常见的 以血代毒是今天很多人的写作 一边为了这个写作就会去找相关的东西来读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写作的方法 是以血代毒 但是我觉得我两个我都会结合在一起 而以血代毒有一个说起来很神秘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写作的有没有这个感受 如果你真正进入到一种写作状态 天上的闻取星会来帮助你的忙 我的感受 这不是一天 后来我后来跟孙康怡老师也聊过同样的感受 他也有同样的感受 你以血代毒 以毒代血也好 你进入到一种写作状态 冥冥中有关的话题就会涌到你跟前来 其实我任何一个写作都碰到这种情况 我只要进入一个真正的写作状态 在读书中引发了我的思考 你就发现你的整个雷达都张开了 这个整个人都张开了以后 你会捕捉到你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任何的信息都收拢到你的这个写作 你会把老天爷上帝 就会把有关的可以提供给你的东西提供给你 我最近每一篇散门每一个写作都有这个经验 真实的这是我真实的感受 就是一种真正进入写作状态 这个写作之神会来帮助你 这是我的真实的感受 我来我下面我提一个问题好吗 我叫浩英 我叫浩英 我是第一次参加北美文学这样的讲座 我自己学理工科的也不会写 但是非常喜欢读 也喜欢看一些作家的 谢谢瑞玲的邀请 我今天呢我的电脑那个camera他不工作 并不是因为我人长得丑不想让你们看 名字很漂亮 对对对对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 苏教授呢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我也是很有体会 讲这个 讲这个show和这个tel 那其实我有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吧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show和tel呢 就是说我们用中文写作 或者欧美人用英文写作 他们聊述他们的事 在这方面技巧方面呢 这个是不是相通的 那么如果说相通呢 那就也不用解释了 如果说有不同的地方是 他们的重点在哪里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也是相关的 就是讲这个show和tel 那我自己呢也没什么作品 我也学理工科的 但是有的时候也写点东西玩一玩 跟朋友呢传的看一看 有的时候微信呢 网上也随便发发 那么我的特点呢 可能这个show就现在想起来 我的show可能太多了一些 因为不认识的人我呢 人家就说 这个可能是女士 你看名字好语 你看那写的很多详细的描述 那是不认识我的 那我老婆呢每次读我的说 你这个人太啰嗦 你想说什么就说嘛 你讲那么多啰嗦话 所以这个show和 我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show和tel呢 他怎么去把握 那么把握到一个程度 让那个多数读者读起来 蛮有情感的 而且呢也不是很啰嗦 就这样 那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 一个是好问题 也是个难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在 这里边就是回到刚才那句话 一切都是叙述 写作其实最根本的就是 叙述的技巧 怎么把一个话题叙述的好 不光是show 也包括tel 都需要叙述的技巧 把文字怎么练好 自己的文字 坦白的说 今年我前面说到 我参加很多评委的活动 有很多很有名的作家 连文字都不好好 锻炼一下自己的文字 有很多 你刚开始天才式的写作 你可以说用英文 我经常跟我介绍某个作家说 他有很多 Illegal Chinese 不合法的中文 但是呢 你都写了几十年了 满篇还充满了不合法的中文 这就是问题了 所以呢 写作我觉得 叙述的文字功夫 叙述的技巧 还是第一个最重要 那 那的文字技巧从哪里来 就是刚才那个 那个 华盛顿的朋友说的 从阅读里边来 你找到你喜欢的作家 你喜欢的 比如说 你喜欢海明威士 在英文里 还是喜欢福克纳士 福克纳士 是繁复的表述 海明威士 简单的表述 你在阅读里边 你喜欢某个作家 你不妨去模仿他 我不妨告诉大家 我年轻的时候 最喜欢图格涅夫 就是 我小时候 写散门和写小说 都模仿图格涅夫 后来到成年 长大了一点 我喜欢沈从文 我在很多文章里承认过 我早期的第一个长篇小说 叫《渡口又一个早晨》 发表在1982年 我是模仿沈从文的编程 到后来 别人说我的谜谷 是文革小说的编程的时候 彼陀就说 哪有编程的影子 哪有沈从文的影子 其实那时候 我已经走出沈从文了 但是我得益于它的是 我早期从模仿它 到最后我走出它以后 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的痕迹已经不着痕迹的 变成我自己的东西 其实写作 我自己最近也写旧体诗 也在临贴写字 其实书法 这个道理都一样 我们可以最好有读书 作为自己的一棒 就是所谓的诗诚 有诗诚 你敢去模仿某个作家 模仿某个作家的文字 模仿他来写 没关系的 这再开始 但是写你自己的感受就行 写你自己的生活 写你的感受 文体上 比如张爱玲的句式 沈从文的句式 鲁迅的句式 都有辨识性 我们就学他的句式 但是最后变成自己 这个当然不容易 包括我自己写了 我后来算一算 我今年写作都有50年以上的历史 我从17岁开始进入我自己的写作生涯 到现在你们都知道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 有50 我有50年的写作历史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的问题还是写作的辨识度不高 就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辨识度还是不高 但是有些东西不能强求 有些人天生就有辨识度 讲到这个辨识度又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的作家叫穆辛 全中国的文学青年不谈穆辛你就傲了 你就不行了 我个人认为穆辛的最大长处其实它具有辨识度 它其他很多东西很加深在我看来 但它的辨识度很出色 我自己开玩笑说穆辛最好的 我觉得我认为最好的就是用一个词来代表就是老清新 它是个写作的老人很难把它归类 它就是老清新老的一种清新的风格 很有高的辨识度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写作的人都应该形成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追求 这个追求某种辨识度也是某种追求吧 最后我想那个回应一下刚才浩英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再提升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写作呢 达到第一个标准 就是苏维老师刚才讲到 要有这个描述性 要有细节 但是很多人呢 写很多细节没有意义 所以最后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这个你所有的描述要有意义 那什么叫意义呢 就你这个描述里面有没有表现人物的性格 比方说像北奥他喜欢写人物 那他的这个描述就很强烈的能体现人物的性格 像我们冬田老师 他也有很多精彩的描述 但是他那个描述里也是有很鲜明的推动力 他那个描述是推动这个故事向前发展的 而不是僵硬的描述 所以如果在你的文章里 你只是有很多描述 但是这些描述都没有意义 他就没有文学性 所谓的描述 他的文学性 体现在这个描述里有意义 这个意义里面有性格的意义 有表达你情绪温度情感的意义 有你的这个文字美妙的意义 你有很多意义在里面 你这个描述才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最后呢 就是我当然就是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在辨识度 那是很高很高的标准了 我们先在描述里面 学会了 不是所有的描述都有意义 而是学会了用你的描述 来表现人物性格 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来体现你的文章的温度 体现你的利益 体现你的胸怀 体现你的启迪 你这个描述才是有价值 才是有文学价值的 这是先达到这样的一个层面 才会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写作者 当然初步的是你要先会描述 那很多人还不会描述呢 就是先进入描述 然后达到一个有意义 有价值的描述 这是我们现在给自己的一个标准 然后我们才能够在更高的向着这个辨识度和我们自己的风格 确定我们自己的獨特的这个艺术这个特性 这是更高的标准 文学是无止境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反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受益 谢谢苏维老师 谢谢 还有问题 好像刚才说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问问题吗 你好苏老师 我叫周杰 我不是小说与散文 但是我写旧体诗 我就比较关注你最近的旧体诗的作品 我们可能有一个朋友你也认识叫沈亚明 他老是把你的旧体诗转给我 因为他知道我也有这个爱好 所以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在写旧体诗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show or tell这样的问题 旧体诗里面基本上情景的描写一定会有 但是你如果不写tail 你不知道你在写什么事情 所以在旧体诗里是不是也有这个 怎么用show or tell 然后怎样会有机的结合 而且这个比例侧重应该怎么样 第二个问题我就想 我想谈一点 我看你的旧体诗的体会 我觉得就很清楚 你的旧体诗有别于其他人写的诗 很清新 但是写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东西 这也是我自己很困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旧体诗的时候 我写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征询很严重的格律 或者用瓶水运 我都不再敢用中华通运 但是许多事情的发展 身边的事情都是现实的事情 在描写这些事情的东西 都是现实的词语 甚至有些是网络用语 怎样才能把旧体诗现在有现代感写得生动 我想请教苏老师 这个 这个好像没关系 这个话题 其实讲旧体诗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几乎要开一个专门的讲座来讨论了 但是我自己因为一直都喜欢旧体诗 回到刚才前面的话题 其实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想把自己的文字弄好 多读点诗词很有帮助 这个是对文字 修炼自己的文字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我用我的话叫作家的修为吧 基本的修为 叫多读旧体诗 甚至学写旧体诗 你刚才的说的第一个问题呢 你第一个问题是旧体诗的什么来着 有没有也有同样有show hotel ok好 其实刚才我用了这个 情语 情语和离语 这个是铁旧体诗经常用的 也可以用这个概念扩展到整个 整个所谓的夹去夹义 以情代警 以警入情等等 情语 景语 离语 基本上是旧体诗的三套 我们常常说 唐诗 唐人的风格 是以警语说情语 以警说情 而送诗的风格是以礼说情 送诗重礼 唐诗重情 但是最好的诗都要以警语出之 其实这三个处理的好 同样聪明的办法 就是以警语来带情语 实在不行 以情语来带礼语 最好不要通篇都是离语 通篇都在说道理 现在包括老干体也好 包括市面上流行的很多旧体诗词也好 基本上通篇都在讲道理 都在陈述实事 这些就是最低烈的一种笔法 就是聪明的写法 哪怕写现代的题材 用警语和情语来出之 比用礼语 通天都是礼语要好得多 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其实也是最早上海大学请我回去 是让我谈旧体诗词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上海大学主持的 2018年春天的世界诗歌日的活动 这个海外有人把我推荐给他们 他们就把我拉回去 因为旧体诗词 我当时发表的演讲主题 就是这两句话 是我那本旧体诗词集的序言里边 说的一句话 说我自己的追求是 金人写古诗 而不是古人写金诗 所谓的金人写古诗 就是说我是今天的人 我写的古体诗要评则上 韵律上要符合古诗的规则 但是我写的是金人的感觉 金人的体会 我写的情感是今天人的情感 现在古体诗词的行当 或者这个古体诗坛里面 充满了所谓的古误判 像古人都是这种大雁红雁 这种什么耕露金露 这样的一种旧词汇 充满了你写出来像古人 说今天女性的词人很多 当代李清兆抓起来一大堆 你都分不清楚她是古人和金人 但是有点像无病声音那样子的 对好的 她全部都是古代的词汇 你说她不规矩 她很规矩 也很像 但是没有金人的风格 所以在古底诗诗学界 有一个理之体 理之体现在被大家捧得很高 我个人她自己也喜欢 在各种场合把自己捧得很高 我倒不这么看 但是她确实有辨识度 就是她是聂甘鲁以后打油体的一个变 聂甘鲁是古体诗词里边写的最出色的好的打油体 变成了打油体的古典诗词的经典 它的好处就是用识诗语入词 我自己的路子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路子是想写自己的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感受 现代的生活偶尔把识语用进去也没问题 但是整体上是亚训的 是要符合古典诗词的 就这种雅致的感觉的 我不喜欢是雅语 我不喜欢识语入词 这是我自己的追求 但写的感受是现代人的感受 这是我的脑袋 谢谢孙教 好 还有 差不多了 对 差不多了 好 好 苏老师也累了 对 那好 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此结束吧 谢谢苏伟教授 还有那个唐简让我谢谢你苏老师 好 还有瑞玲姐谢谢 好好好 不类今天瑞玲为我朗读了这么多 朗读的那么用心 谢谢各位听众的参与 谢谢孙老师 谢谢瑞玲姐 谢谢孙老师讲得太好了 谢谢 谢谢 真的很棒很棒 现在我们不关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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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大姐我是班门漏虎了 你应该是你来讲 顾大姐 他四个客气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再见 谢谢顾老师 谢谢顾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很高兴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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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拜拜 拜拜 好